行,罚罪也,从刀井,一约,井者,罚也。 在实行景田制的奴隶社会时期,景田中间有口井,由于谁少人多,奴隶主派人拿刀将去墙水的人头砍掉,这就是行最初的解释,在周历终将行定义为以劫邦国,以行百官,以救万民。 据甲骨文所记载,我国最早的刑法、刑剧等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在秦律的基础上增添修改,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刑法,随朝是形成以吃、账、土、流、死为体系的新武刑。 对后世刑法产生重要影响,古时候针对犯人的刑法常常让人惨不忍睹,随便几样刑具,就能让人生不如死。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四种对女性尤其残酷的刑法,但没想到最后一种竟成如今时尚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红袖鞋,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,如果你不知道的话,可能会以为这是古代新娘成亲时候穿的红袖鞋,代表着美丽,但它实际上指的是烧成红色的铁制鞋子,这种刑法据说起源于明朝的锦衣卫,但实际来源于殷商史记。 打击和商咒王发明的袍罗之行,史记所在于是咒乃重刑辟,有袍罗之法,吹炭其下,使罪人不齐上,将煤炭放在铜柱之下,让人在柱子上行走,稍有不慎便可能掉下去被焚烧而死。 红袖鞋这一刑法具体来说就是将用炭火把铁鞋烧红后,然后让囚犯脱下鞋,吃着脚穿红袖鞋,这种痛苦程度可想而知,而且这种折磨会反复多次, 施加在囚犯身上,站砖,古代自开始缠组之后,女子都以小脚为美,他们在幼年时被家中长辈强行打断脚,然后用不条紧紧裹住脚,使他们变形,站砖是指裹脚的女子脱掉鞋袜, 然后光脚站在砖室上,因为他们的脚早已变形,根本就站不住,站在砖上不到半小时,会觉得自己的腿像牵一样重, 一段时间后,许多人就会感到脚痛,身体颤抖,时间太久,还可能引起失禁等,更重要的是,在古代,女人的脚基本上是第二针操,除了丈夫不允许其他人看,光着脚站在砖上,无疑是对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惩罚, 扎行,扎,指的就是旧石家手指的刑具,明清时期,官府常用这种刑法来逼供女囚犯, 这种刑具通常是用绳子和小木棍制成,木棒的数量通常为五或六根,并且它们被佩戴在侧面形状, 拉住两边的绳子,把中间的棍子压碎,把手指放在里面,一般的可能会导致皮肤和肉被撕裂, 而严重的则可能会让手指的骨头被压碎,之所以这种刑罚更常用于妇女, 是因为大多女子会编织,如果她们的手受伤或残疾,无异于会被人嫌弃, 莫行,莫行,有名情形,五行中国古代五行之一,刑罚的方法是在罪犯的脸上纹上文字, 然后用木炭标出犯罪的符号,以后再也抹不掉,这种惩罚的意义不仅在于造成身体上的痛苦, 而还在于使个人遭受巨大的精神羞辱, 汉文帝在统治期间废除了这种刑罚,用其他形式的代替, 改为剔除头发做杂役代表这一刑罚,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, 一些年轻人又一次迷上了这种艺术,如今被取名刺青,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展示个性的方式,非常受欢迎, 纵观历史,以上这些刑罚不计其数,女性和男性都遭受到非人一般的虐待, 幸好如今这样的刑罚已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, 满清本来属于关外游牧民族,没那么多规章, 而且圣经宫殿的面积相对较小, 黄太极处理完朝政后,一般宿在中宫或者是某妃子处, 不会单独去找妃子事情, 不过入关后,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, 就开始承袭明朝的制度, 当然,清承明治并不只有这一点, 妃子事情不能过夜是从嘉靖皇帝开始的, 也为人银宫便给他留下了不少阴影, 然后就制定了这一规矩, 在清朝时被沿用下来, 在清朝有一个专门掌管太监和宫女事务的机构, 名叫靖氏房, 负责记录皇帝和妃嫔之间的房事, 这样做, 不仅保证了皇室血脉的纯正, 而且也间接地保证了皇帝不纵情声色, 独宠一人, 尽量保证羽露均分, 第一步, 翻牌子, 晚膳后, 靖氏房的太监就会将盛放着绿头牌的托盘, 承递到皇帝面前, 提醒他当日要选择侍寝的妃子, 这牌子名为鸡, 鸡, 牌, 上面刻有妃子们的基本信息, 皇帝是否掀翻, 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心情, 如果没有兴致, 就会让人推下, 如果感兴趣, 就会拿起牌子, 倒扣在托盘内, 这意味着他今晚会宠幸该名嫔妃, 第二步, 通知妃子, 送入寝殿, 牌子翻过后, 太监们就会立即去传达旨意, 然后让嫔妃梳妆打扮, 准备完毕后, 先将嫔妃带到一个无人的宫殿, 除去衣物, 用毯子卷起来抬入皇帝的寝宫, 第三步, 侍寝, 送嫔妃回宫, 侍寝时, 在门外也会有监督的太监, 为了防止皇帝过于沉迷, 错过时间, 一般来说, 时间大概在一炷香,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, 随后再由太监将侍寝过的嫔妃, 送回他自己的寝宫, 不过, 皇后却可以不用遵循以上这一流程, 处处透露出皇后的地位, 不参与皇帝的翻牌, 也不用提前梳洗打扮, 然后去爬龙床, 而且皇帝也可以在皇后的寝宫过夜, 寝殿外也不会有太监三催四寝, 每月初一十五, 是皇后的固定侍寝日, 但还是会将皇后的侍寝日期记录到成姓部, 以保证皇室血统, 也为皇后为中宫之主, 是皇帝唯一的妻子, 有监督皇帝的作用, 清朝的皇后大多来自满族贵族家庭, 对皇权有重要的影响, 即使皇帝对皇帝不满, 也不会放任他们不管, 违反组织, 这些复杂规矩, 一些是为了显示皇后在后宫的地位, 另一些则是为了皇帝的安全, 但总之, 都是为了维护皇室的尊严和皇帝的身体健康, 只是如此繁复的规矩, 也会引起皇帝的逆反心理, 既然不能改变组织, 那就只能通过各种方式钻漏洞, 只要住在宫里, 皇帝和妃子们就不可避免的要遵守宫里的事情规矩, 但如果皇帝住在圆明园, 避暑山庄等地方, 他们就不必遵循祖先的制度, 可以将礼仪尽可能简化, 咸丰皇帝在一年时间内, 大概有超过半年住在圆明园, 也许就是因为这里相对更自由, 清朝许多妃子都出自八旗贵族, 地位尊贵, 但如果从相貌来说, 可能也比不过紫禁城外的, 前文说道, 皇后大多为满清功臣的后代, 所以帝后婚姻更像是一桩利交换, 再加上皇后的责任, 皇帝常常会觉得被管教, 不愿去皇后请宫, 可以无视皇后等,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 只是, 话又说回来, 以上只是最理想状态下的流程制度, 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异, 如果是手中掌握实权, 比较强势的皇帝, 不管是大臣还是太监, 都没人敢轻易去除眉头, 王宝串出身明门, 是当朝宰相王允的小女儿, 他从小就在溺爱中长大, 他的名字也透露了父母对他的期望, 希望他能像朱串一样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, 他有两位姐姐, 一个嫁给兵部侍郎, 一个嫁给票弃大将军, 两桩婚姻看起来门当户对, 幸福美满, 因此, 宝串的婚姻自然也承载了父母的期待, 想为他谋得一份不亚于姐姐的婚事, 却没想到, 这一切都没能没能实现, 在王宝串和侍女去郊外踏青时, 他遇上了贼人, 幸得有人英雄救美, 得到好心人的帮助, 才让他脱离危险, 为报答恩人, 王宝串就邀请一起游玩, 在这过程中, 王宝串对恩人方歇暗许, 两位年轻人互生情愫, 这人就是薛仁贵, 不过, 王宝串看着薛仁贵的穿着, 就知道他不是城中富裕人家的少爷, 他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这门亲事, 回家后的王宝串对薛仁贵思念不已, 恰好父母又在催促他的婚事, 便对他们说, 自己想要通过抛锈球的方式, 决定如意郎君, 他父亲王云本不赞同, 但转念一想, 只要自己严加防守, 只将有身份的公子放入楼内接绣球, 只可惜, 算盘打得很好, 还是出了差错, 正如王孙公子千千万, 彩球单打薛平郎, 绣球被薛仁贵接住后, 王父想要毁婚, 不过没想到王宝串宁愿和他断绝关系, 也要嫁给薛仁贵, 刚成亲的时候, 薛仁贵对王宝串却是温柔体贴, 只是没过多久, 战争爆发, 想要建功立业的薛仁贵毅然从军, 留下王宝串生活在寒瑶中, 在他们分别之前, 他们彼此许下了永不抛弃对方的诺言, 但却经过一系列误会, 薛仁贵被王宝串的父亲解负陷害, 幸亏得到西梁国戴战公主的喜爱, 才幸运活了下来, 王宝串以为薛仁贵战死, 薛仁贵以为王宝串改嫁, 于是他娶了戴战公主, 两人生下了一儿一女, 当他陪着公主和孩子享受人间美味时, 王宝串独自在挖野菜, 这位曾经的乡辅小姐, 已经学会了照顾自己, 只是生活困难, 几乎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地步, 一眨眼, 十八年过去了, 王宝串偶然发现薛仁贵还活着, 夫妻相见后才发现当年的真相, 这时的薛仁贵已经成为西梁国国王, 在薛仁贵的哀求下, 王宝串最终原谅了他, 同意随他回到西梁国, 之后薛平贵加封王宝串为皇后, 二人共掌后宫, 只不过王宝串只当了十八天皇后, 便去世了, 薛仁贵和王宝串的故事被改编成京剧, 地方戏, 电视剧等艺术形式, 不过在历史上并无他们的存在, 他们二人最开始是, 坟河湾中的主角薛仁贵和柳银桓, 后来在文人的笔下, 套上了富家小姐与穷小子的爱情故事, 满足一部分人对爱情的幻想, 在后来编出的故事中, 王宝串被塑造成坚守爱情, 苦手寒瑶的欺负形象, 戴账公主则是虽然出身富贵, 但善良大度的女子,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, 会有王宝串登上后卫, 才活了十八天吗? 或许他的趋势, 反而让薛仁贵松了口气吧, 让他不用在心怀抛弃妻子的愧疚, 王宝串抛弃父母, 荣华富贵, 换来的是丈夫令娶, 气而环绕, 他自己天天挖野菜, 活得像乞丐一般, 足以可见,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, 但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, 也只是一把散沙。